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3月14日礼拜二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根据外媒的报道所说 俄罗斯联邦有五个地区的维权人士 发起了自发性的自决公投 结果就以压倒性的票数 赞成脱离俄罗斯 引起了外界的热议 另外 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的首领普利格津 日前公开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他和俄罗斯政府之间的 所有沟通渠道全部撤断 原因是他公开要求 俄罗斯政府要向华格纳集团 提供弹药支援 第二个消息 据路透社引述的知情人士所说 已经获得连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快将会在下个礼拜 去到俄罗斯和普京会面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计划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由于过去两天我去了外游 但是当地的网速是极慢 于是乎就算录了这些片 我录了一段的其实 放上网的时候要几个钟 最后就放弃了 因为是放不下的 他传播到差不多一刻又会自己断了 所以没办法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和建议 今天开始 节目就会恢复正常了 至于说今天能不能录得及第二节 那就看时间了 题目我就准备好了 如果能录得及 就可以在今晚 录完播出街 如果搞不定 就要等香港时间明天早上了 说回我们这次的主题 先看第一单料 就是俄乌战争的相关消息 根据外媒的报道所说 原来在今年的2月16号至到28号 俄罗斯联邦里头 有五个地区的维权人士 就发起了自决在线公投 在哪五个地区搞的呢 分别就是加里宁格纳 这些就是属于非地来的 就是和俄罗斯本土是不接样的 是欧洲的 英格尼亚 乌拉尔地区 西伯尼亚 和富邦 在这五个地方进行的 主办单位就宣称 有超过五百六十万人 参与了投票 而公投结果就显示 加里宁格纳 有七成二的人 赞成脱离俄罗斯 英格尼亚六成六赞成 乌拉尔地区六成八赞成 西伯尼亚六成三赞成 赴班五成半赞成 就是全部呢 都是大比数 压倒性地支持脱离俄罗斯的 主办单位就宣称 这一场线上公投结果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 就是地区的独立思想 开始在普京掌控下的 俄罗斯帝国 山庚和盟雅了 第二 就是克里姆林宫 可能都已经是意识得到 民心散换 今次的公投 将会为俄罗斯的掌权者 带来严重的冲击 主办单位还补充 这一次的线上公投 只是走上自治的第一步 后续他们还会努力 将这些公投合法化 看得多难 一天仍是普京这个土皇帝掌权的时候 他怎会那么轻易 将权力下放才行 但是 在这一场所谓的 网络公投上 充分反映出 那些人很明显 对于普京发动俄乌战争 是产生了严重的不满 因为他不断地 去拉人入伍 做所谓的后备役 推上俄乌战场的前线 是送死的 我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座研剂 加速了那些人不满 在那里闹独立 本身有很多地方在那里闹独立 在俄罗斯境内 不过没有闹得这么大声 现在由于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身家财产 所以就迫着反抬 不过现在那些反抬 都是流于网上 用VPN 走去一些境外网站 那时候投票 都未说是有叛乱的情况发生 但是如果再打下去 再写多人的时候 是不排除有这些情况出现的 因为你到处去找撞丁的时候 横死碰死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迟早都不到我了 那不如去揭竿起疑吧 不排除会有这一天的 只要这一场俄乌战争再拖下去的话 同时这个所谓的线上公投 也是揭示出 一旦俄罗斯 真是终极战败之后 现在因为普京都不肯退的嘛 终极战败的意思之外 真是由乌克兰方面打赢 将俄军驱逐出乌克兰的全境 这样的时候 很大机会 俄罗斯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因为很多地方都已经在罵独立 已经有这个思想萌芽 开始搞事了 到时见你普京收皮 他还不争相 有些是独立 有些是自立为王 有些是军阀割居 一定就不会再接受 你莫斯科中央的管治 这是可以预示得到的东西 所以普京现在要考虑 也不是如何来攻陷基辅 还是应该考虑一个 体面一点的退场 这个才是对于普京本人的利益 是最好的 不过独裁者通常都是有盲点 因为独裁者不愿意听 异见的声音 不愿意听真实的声音 于是乎在他周边所圈养的那帮拆鞋仔 全部都是为假料给他听的 怎样赞他英明神武 落足鞋 由他拆鞋 于是乎那些独裁者 往往是做错判断 做错决定 所以没办法的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 普京和华格纳集团之间的关系又如何 其实已经陷入了一种决裂的氛围 但是又未曾完全反面 完全反面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是华格纳集团的首领普利格津 率领他那帮囚犯 盲毛、雇傭兵 反攻莫斯科 这样为之完全抹面 现在就未曾去到那个地步 不过 双方的不和是白烈化 这个是很明显的 好了 我们看看究竟普利格津有什么 根据《莫斯科时报》的报道所说 这份《莫斯科时报》 不是在俄罗斯境内所发布的 而是在境外 由一些异见人士 反对派的人士 所发布出版的 《莫斯科时报》就说 普利格津又在他的Telegram频道上 放了一条片 就说 《弹药短缺的情况》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而且他还指控 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为了制止他本人 再向俄罗斯的军方 讨弹药 就是要求拿弹药 于是普京撤断了 所有俄罗斯政府部门 和华格纳集团的专用电话线 即是展线 哈哈 物理断线 并且是制止了 所有和战争物资相关的 决策部门 那些的沟通管道 不让华格纳集团 有机会提出任何的要求 普利格津就说 他现在只能够是透过媒体 要求俄罗斯军方 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物资 和弹药了 他也都呼吁俄罗斯的人民 要帮助他 向俄罗斯的正规军施加压力 要求俄军和华格纳集团 分享弹药的供应 这些就是好饭忌的 因为既然 握拳的人都说 不准你在这儿搞事了 即是你提出的要求 就没有行的了 那就麻烦你自己拆掉 他没有弹药 你就玩人海战术咯 但是他竟然又在Telegram 又摆影片 然后还叫俄罗斯的人 帮他施压 这些是不是 跳动那些人的情绪 煽动俄罗斯境内的 那些人反政府 其实是差不多 在普京的眼中 他一定是很忌忌的事 但是去到昨天 普利格津又拍了一条片 他宣称 说最终都收到了 俄罗斯军方在2023年 所制造的弹药 新鲜滚热 向他提供的 那为什么在初头那段时间 不向他提供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俄罗斯军方 根本上就不知道 究竟你这个普利格津 收了多少弹药 你有没有用的 万一你不断来到 去积累这个弹药的库存的时候 你不是向前线进攻的 甚至乎一个屈尾十 说要跟莫斯科反面的 普利格津说要倒戈 揭杆起义的 那普京不是真的投了行吗 他岂不是所有的弹药泡汤之余 还要是为那些 起义军来提供弹药 所以俄罗斯军方一定是有算计过 究竟你用了多少弹药 用到差不多 他也不会完全断弹断粮 让华格纳集团 在战场的前线 跟乌克兰的军队在消耗 所以 我相信 俄罗斯军方一定是有算计过 你还剩下多少弹药 因为他们都知道 普利格津是吹大炮的 可能 还有很多弹药的时候 就已经叫弹药短缺 第二个原因 就是 即使你弹药短缺也好 由于普京对于普利格津 已经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戒心在 因为这个人是不忠诚的 他有很大的政治野心 所以 就算你真的去到弹药短缺的贫临边缘 他就有得你消耗先 反正 在普京眼中 你华格纳集团请的是什么人 就是一些 息囚 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在普京眼中 所以就有得你 对不对 那还好 让你消耗一下人员 消耗一下战斗力 等到华格纳集团 不要说会有一个足够的军事力量 来到他可以反倒这个莫斯科 普京眼中一定是这么看的 所以 他又不会说完全 弄到普京眼中的 普京眼中华格纳集团 华格纳集团 但是也不会提供到 很丰富的弹药给他 因为这个人是养不熟的 随时有什么医抑 可以是反面的机会是很大的 好了 至于 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安东 在Twitter上 就发出了一条片子 在片中 普京眼中 全副武装地 站在镜头前面 就宣称 他是要竞选 2024年的乌克兰总统 还说 一旦他能赢得选举 很多问题都会得以改善 安东顾问 就在帖文中这样说 他说 普里格纳宣称 想2024年选乌克兰总统 其实这个声明 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转移视线 使到普京和那群马仔 不要再聚焦于 普里格纳对于俄罗斯政治野心的注意力 因为普里格纳的梦想 就是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登场 并且幻想自己有可能 会成为普京的继任人 而普里格纳也声称 他是宁静自野心的 也承诺了普京 除非俄罗斯政府主动向他提出邀请 否则他是不会参加任何的政党和政治活动 很明显他拍这条片出来 就不是真的想选什么乌克兰总统 这些是狂妄之言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帮自己洗白 帮自己的政治野心来到他洗白 使得普京方面对他降低戒心 因为谁都知道他也不知道是否想造反 有这个企图在 于是他现在装作一副 完全没有政治野心的样子 就说不会回去俄罗斯中央那里搞事了 最多在乌克兰选总统而已 就是他说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告诉普京听的 他无意回去中央那时候要争权的 但是他说什么是选乌克兰总统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没有机会 但是他说这句话也难掩 他要企图作为一个山寨王 作为一个地方军阀的野心 所以这些人就是不会得到普京的信任的 他应该说自己打完这场仗 就会解甲归田的了 那就是合理一些 在普京的眼中就会顺异一些 虽然都未必信他 但是你又说要在乌克兰选总统 那豈不是美大不屌 那豈不是美大不屌 整天都押着个位置 所以普利格津的下场 大家都看到了 要么他到最后就起兵造反 要么就让普京不知怎样来租责他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个俄乌战场的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巴克木特市 俄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据发生社的报道所说 这个巴克木特 就是近几个月以来 俄乌战斗的一个核心区域 华格纳集团宣称正在带领俄军 攻占这个城镇 至于乌军在今早早的简报上就说 华格纳集团就从几个方向去挺进 试图突破乌军防守的阵地 攻向市中心 而乌方的守军在激战的时候 造成了敌军的重大损失 华格纳集团的首脑 普利格津也都承认了 他的部队是试图攻下市中心 但是遇到了非常之頑强的抵抗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昨天就说 俄军在巴克木特周边的 战事里面 不到一个礼拜 就已经阵亡了超过1100人 那这1100人里面 可能小部分就是俄罗斯的正规军 大部分就是华格纳集团那些烂鬼 因为这个主要就是华格纳去搞事的 那另外呢 俄方还有1500人 因为严重受伤而无法作战 另外还有几十件的敌军战备 还有十几个弹药库被炸毁了 但是乌军其实都守得很惨烈的 在这个巴克木特上边 那真是捉他好运了 至于说在这个城镇里面守得这么艰险 为什么乌军还要继续守下去呢 根据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的解释 他就说 乌军在这个战场上边 是有两大目标的 第一 尽可能削减俄罗斯方面 有战斗能力的兵团 将这些军队 牵制在少数几场 令到俄罗斯感到疲乏的战斗当中 打乱俄军的攻势 第二 同时就可以将乌军的资源 集中在其他的地方 为春季大反攻做准备 所以乌克兰至今都认为 巴克木特这一场战斗 在这两方面完全奏效 甚至超过了关键的任务 希望他们成功 因为这件事是乌克兰自己解释的 其实老实说 俄军方面死人 乌军方面一样都会有的 而且也是会很惨烈的 因为大家从Twitter上看到那些影片 就会看到的 虽然乌军方面他自己不会公布 死几多人 但是很明显就不会少得去哪里了 最后我们就看看路透社的报道怎么说 路透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披露 刚刚获得连任成功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快就会在下个礼拜到访俄罗斯 并且跟普京会晤 我的看法就认为 第一 习近平访俄基本上都没什么原念了 因为早上个月 华尔加日报就已经披露了这件事出来 那阵子就说 可能4月或者5月 习近平就会访俄了 现在路透社就说可能下个礼拜 就算不是下个礼拜 也是会近期的事 因为习近平已经 在这个领控会里面成功连任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去年又连任了做总书记 三位一体 在国内的事情都摆平了 就算真的出访俄罗斯 就没什么那么奇怪 实际俄罗斯一早也放了风 就说习近平是会访俄的 只不过当初就没说定 究竟具体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现在习近平都成功连任了 在国内没什么好担心 所以他访俄就访俄 他一定就会访俄 如果他不访俄的话就仿佛像是向西方国家来承认低威 他怎会不访俄呢 因为在姿态上 大陆一直都要放得很强硬 实际来说 就是另一回事 姿态要强硬 最起码 战狼也是这样 好了 很多人就说 习近平访俄会不会是宣布与俄罗斯结盟呢 这也是西方国家所担心的事 不是担心结盟 而是担心会不会是对俄罗斯提供所谓的致命武器呢 那我的看法就认为 可能到头来呢 习近平只会是答应从其他方面 尤其是说经贸方面 加强对俄罗斯的策认而已 似乎就不会说 走去黏起来 和普京在军事上的合作 最起码公开门面上 大陆都不敢来到这样做的 因为不单止美国 现在连德国 欧洲很多国家也警告了中国 你千万不能够对俄罗斯在武器上有所拆认 不然是会招致很严重的后果 大陆自己经常说的那句话 叫后果自负 而这个后果是说 可能朝夜到 和俄罗斯一样会面临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 大陆都要思考这些问题 虽然大陆经常做到很多的决定 都是倾向愚蠢那边 都是倾向不合理 但是由于现在这些牵涉到 它国之根本 它始终到现在为止 大陆那些出口 都是向美国为主 虽然美国已经逐渐摆脱对华的贸易依赖 故此你说大陆现在是否已经 完全预备好了跟西方抹面 甚至乎 习近平访俄就会宣称 跟俄罗斯军事结盟 或者是向俄罗斯提供 所谓致命武器的援助 我不认为是会这样发生的 但是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拆认 可能加强对俄罗斯的能源的购买 加强对俄罗斯的贸易 这些就会 因为 在说军事上的合作的时候 其实就自焦灭亡 大陆它一定会考虑得很清楚 所以说会不会结盟呢 我认为在现在这一刻 就是习近平访俄来说 就言之尚早 尤其就是说 习近平在访俄之前就发了一份 12点的立场书 而那个立场书就等同于武立场 那武立场当然固自然来说 大家就会觉得 现在是乌克兰被人打 俄罗斯做主动打人的 你没有立场 那豈不是偏袒打人的 但是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 我打得这么辛苦 你都不支持我 豈不是两头蛇 豈不是你是缩骨 如果不是 俄罗斯都不会经常去 试图夹中国落水 又播带又成这样 又包括单方面 代中国来都去宣布很多东西 等等 而且根据《华尔加日报》 最新的报道所说 就说习近平下个礼拜访俄以后 就可能会再同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进行对话的 可能是线上的对话 如果习近平去到莫斯科 都已经要宣布 与俄罗斯军事结盟了 或者要对俄罗斯提供什么弹药武器 那他还见习近平来干嘛 当然 你说中国对于在俄乌战场上 他追求和平的决心 是有多大 或者是有多坚实 这个就值得来到质疑 究竟你真的是 在这里来摆款 还是真的想追求和平呢 这个是可以质疑的 但是你说 他会不会就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 和俄罗斯结盟了 军事联盟了 我看的机会都是比较小了 比较微一点了 现在就这样看下的脈絡 至于有个说法就是 现在习近平就想做一个 所谓超级大国的担当 试图是劝和了 这样 因为之前就前居可监了嘛 就说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就在北京那里以和了 恢复外交关系了 那实情 伊朗和沙特之间 如果他们本身不是有一个企图 或者意图是想复交的 他怎么会听你北京的资贴才行呢 现在就等同于好像卖了人情给北京一样 那你就可以为自己来争取面子 啊 美国做不到的事 中国都做到了 推动伊朗和沙特的复合 但实际上 人家本身也是有这个意图的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人家没有这个意识 大陆说到牙血都出来 人家不会理你 是不是 至于在这次的俄乌问题上 大陆能够发挥得到多大的作用呢 我都相当存疑 好吧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